我现在卢山的孤岭镇从卢山北门坐观光车上来的 上到山顶发现全都是雪 然后山顶的气温也比较低 我穿的稍微有点少 中午还没有吃饭 现在已经是下午两点了 我正准备去附近孤岭街 找一个吃饭的地方 能见度30米内 看这有一个电子屏幕 这就是卢山 我现在往那个方向走走 跟着人群走 然后去那边去吃饭 动手啊 山顶有很多的餐馆 看一下对面 对面是交警 我差点看成了餐馆 就沿着这条街走走 看看能不能找到吃饭的地方 这个时候真的是肚子饿扁了 看到这有一家 这写的是海鲜啊 海鲜有点贵 我现在找一个便宜的小吃铺 稍微吃点东西 然后上山 哇塞 这边竟然有工商银行 还是自住的 这儿好像是小餐馆 这是一个商店 可以买防滑鞋 还有棉符 这边是香菜馆 写的是香 然后前面挺热闹 哇 刚才被大雾都给遮住了 这有重庆小面 还有什么菜 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 山顶真齐全呀 什么都有 对面是一个大酒店 等我吃饱了之后 那个坐车 续景点 回来的时候 再去酒店住宿 现在从这上去 看看 实时菜价 素菜比较便宜啊 爽口萝卜条 八元 拌黄瓜九元 还有红烧豆腐 冬瓜 有些人 我现在 我现在 继续沿着 农业银行 这条路 这属于 孤岭街 古岭 历史文化街 严着历史文化街 往上走 应该有很多的美食 上去看一看 路面比较滑 虽然今天雾比较大 但是客流量也很足 这还有庐山水果 竟然还有美发足欲 真齐全 这边还有本地特色菜 拍视频都动手 这是河面街 西这个方向 这边都是大餐厅了 我现在找一个小面馆 吃碗面吧 天气太冷了 那边还有灯 我现在从下面走 哇 这边的雪 估计再过两天雪就化了 山上的大巴车都安上了这种防滑链 这边是土菜馆 我就进这个土菜馆去吃饭吧 上台阶 这还有牛肉面 牛肉粉 进来了 发现有蛋 雾气真大呀 坐这桌看看有什么菜 这上面都是各种炒菜 最贵的是128 庐山石鸡 还有辣椒小炒鸡 素的最便宜的是西红柿炒蛋 我刚才点了一碗面 肉沫面夹蛋 一共是23块钱 面一会从那出 肉沫面好了 这就是我在庐山山顶上吃的午饭 一碗面 一个蛋 蛋是卤蛋 先尝尝面怎么样 这是咸菜肉沫的 这是什么 没看出来 面的味道还可以 就是有点咸 就是有点咸 肉沫面 где в мире? Муса на нас Муса на нас Муса на нас Киев Сотчёх Муса на нас 一口气吃完了 喝点水准备出发 去景区了 我现在已经吃完饭出来了 这个时候雾气小了很多 我现在去对面坐车 然后前往景区 吴老峰那边